咦 那是阿贝多吗 他怎么走了 哎呀 是旅行者和派蒙 两位 你们好 好久不见了呢 你们刚刚是在讨论什么重要的事吗 我们一般都会约在这里见面 例行交流最近的研究课题 可恶 来晚一步 要是能叫住阿贝多该多好 不过看他刚才那个表情 比平时冷淡一点 该不会是遇到什么不高兴的事了吧 要是那样 估计也没心情帮我 那个 请问你说的不高兴 是指阿贝多先生吗 对呀 我看他刚才表情和平时不太一样 不高兴 该不会是 你 你看我干什么 难道是 蒂玛乌斯最近想出来的研究课题太无聊 激怒了阿贝多先生 不 不至于这么无聊吧 不会吧 我还想让蒂玛乌斯帮忙来着 帮忙 可以啊 请问是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呢 是这样的 前些日子我在山上捡到一批特别特别甜的日落果 但这么甜的果子 吃完就没了 很舍不得 所以 我想让你帮我做个装置 果子放进去直接变成果汁 这样就能一直保存了吧 你说的这种事 恐怕 咦 这点事都做不到嘛 派蒙这家伙 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在说些离谱的话呢 那砂糖有投稀吗 呃 抱歉 你要的东西好像不属于我擅长的领域 非要尝试的话 有可能把你珍贵的果子都变成有手有脚的果子哦 哇 好平静又好可怕的描述 幸亏我习惯了 毕竟我的研究方向是生物炼金呀 再说 一纸保鲜这种事也不太实际 如果几位是想改良果子或种子 我倒能帮上一点忙 炼金术士一般都会有毒属于自己的研究课题 举例来说 蒂玛乌斯 阿贝多先生和我 研究方向都不同 派蒙想要的东西充满了想象力 同时也超出了我和蒂玛乌斯的能力范围 我想 就连阿贝多先生也不一定能做出那种不可思议的装置吧 说到底 炼金术并不是机械技术 两者之间有很大不同呢 这样嘛 亏我还以为炼金术是万能的呢 其实 早在阿贝多先生出现前 蒙德成的大家一度以为 炼金术是没什么用的学科呢 不过就算是现在 我也得承认 炼金术也只是世界的奥秘之一 而不是什么能让物质涌住的万能法术 呃 抱歉 不是在打击你 我只是想要火质而已 有什么不对嘛 啊 不过 刚才说的都是我和蒂玛乌斯主观的感受 如果两位真的很想要这个神奇的装置 可以试着请教阿贝多先生 要是他也没办法的话 应该就真的没有可能了吧 他今天心情不太好的样子 会不会不理我们呀 不会的啦 阿贝多先生才不是那种人 对了 阿贝多这会儿会去哪里呢 还是雪山吗 啊 没特别说明的话 他一般都会在雪山 阿贝多先生似乎对雪山一代情有独钟 也真佩服他不怕冷呢 那我们就去雪山找他好了 事不宜迟 现在就出发 花了嗯 听啦 О质贵掉到本地下 太勇李咱可适了